當有人騎了肚子都沒有咸 病蟲還在 我們便會想 被這個人在什麼狀態 我們怎樣回應他 其實回應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們可以告訴你 神是很憎恨 知道你的需要 雖然你現在這一陣子 不是經歷到神馬上的醫治 但是神是祝福我們的 神是幫我們的 你可以說 祈禱有沒有覺得平安一些 輕散一些 我發覺很多人都會經歷到平安 輕散 或者說 我再為你祈禱一次 你放鬆個人 相信耶穌會做事 信心 因為有些人要信心 我真是很信 很信 很信 你應該得以此 那些信心就是 我很信 我的信心 而是 重點不是我的信心有多大 神是真的很疼我 很愛我的 這個神是很憎恨的 引導他放鬆 在祈禱的過程中 留意聖靈的運作 我發覺很多時候 有些人是怎樣 他很硬 心很硬 心很硬 心很不舒 人是比較難經歷的 放鬆吧 神在陪著你 你放鬆吧 如果是神真的是在祝福你 他就會更加容易拿你 有時我會叫人到動一下 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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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會比較鬆 如果他始終沒有經歷 其實不重要的 神真的很祝福 很多人都得医治 不要说 为什么我不得医治 圣经也有些人是没有得医治的 就算保来也有 所以不要介意这件事 你就多亲近神 神会一步祝福你 如果有一个未信的人 我就会强调 神可以经历 神可以得到祝福 可以得到光座的人 我就说 你经历到平安 兴散 都是神祝福你的 如果你想向耶稣以后祝福你 引导会尊与 你也可以讲很多例子 其实我有很多这些影片 我可以传给你们的很多连续 很多这些例子 这些很严重的病 怎么得医治 在YouTube 我这里其实有的 不过我要找时间 我找时间我传给你们 让你们可以用 就是说 讲给你们听其他例子 去鼓励他们的信心 就这样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